从前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 在这个美丽的村庄里住着一对好朋友 帕保罗和布鲁诺 他们都很年轻 梦想着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他们经常谈论自己的梦想 谈论如何成为村里最成功的人 他们都不怕辛苦工作 一直在寻找机会去达到他们的目标 实现他们的梦想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村长决定雇佣两个年轻人 穿过山谷 把山上的泉水运到村里来 报酬 每天晚上 他们都带着当天的报酬回家 布鲁诺很满意这份工作和报酬 他确信通过这份工作 他就可以实现他的梦想了 布鲁诺想 如果要增加他的报酬 他就要换更大的水桶 这样他每一次就可以提回更多的水了 他相信有了更多的报酬 他很快就可以买一头奶油 以及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房子了 然而帕保罗并不满足于他的报酬 每天回家之后 他的背部和手都很疼 而且筋疲力尽 他在寻找一个更轻松 但能赚到更多钱的方法 有一天 帕保罗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打算建一条管道 把山泉水引到村庄里来 有了这条管道之后 他就能将更多的水运到村里 而不需要每天提着水桶 来往于山泉和村庄之间 很快 他对这个计划非常兴奋 他开始实行他的计划了 当然 帕保罗也和他的好朋友布鲁诺 分享了这个想法 并邀请他一起建造管道 布鲁诺认为 这简直是疯了 布鲁诺想的是 他今天能够赚到的钱 能够买些什么 以及如何更快地赚钱 建管道会拖满他的脚步 推迟他的梦想实现 布鲁诺换了更大的水桶 而且增加了往返的次数 他确信用这样的方法 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帕保罗决定 一个人建造管道 他知道 要建这条管道 一点都不容易 而且会花不少时间 帕保罗知道 他的管道 可能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完成 但是 他只是盯住自己的目标 每一天 他都像以前一样 用水桶运水 但是在周末和业余时间里 他开始挖开石头和土壤 建立他的管道 第一个月 他的工作进展并不明显 布鲁诺和其他村民 都在嘲笑他 他们叫他 管道人帕保罗 在这段时间里 布鲁诺的报酬增加了一倍 他买了奶牛 建了更大的房子 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工作之后 他回到酒吧里 用他运水的收入 来好好享受享受 布鲁诺 布鲁诺没有意识到 由于每天都要提着沉重的水桶 他开始 驼背了 他一脸疲倦 身体疲惫不堪 很快 由于身体的疲劳 他能提的水 越来越少了 而帕保罗 还是月负一月的工作 很快 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帕保罗的管道 终于完成了 他不再需要用水桶 把水提到村庄里 现在 帕保罗比以前 赚到了更多的钱 无论当他在睡觉 吃饭 还是度假的时候 管道里的水 都在源源不断地流进村庄 由于他的眼光 毅力和心情工作 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来 现在 只要有水从他的管道流进来 他的收入就随之而来 帕保罗和布鲁诺 其实是现实生活的反应 这就像大多数打工赚钱一样 布鲁诺通过提水桶来赚钱 他提着水桶来往于全眼和村庄之间 以换取金钱 要增加收入 他要么就增加提水的次数 要么就使用更大的水桶 在现实生活中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努力的工作 从而赚更多的钱 比如加班或者找份兼职 我们还可以换个更大的水桶 也就是说 接受一份更高收入的职位 但这意味着 你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 我们大多数人都像布鲁诺那样 用时间换金钱 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而且我们不可能把全部的时间 都拿来工作 由于年龄健康以及其他因素 当我们不能用时间换取金钱的时候 生活的困境就随之而来了 那个时候 我们的收入就停止了 好了 让我们看看帕保罗是怎么做的 帕保罗很聪明 他并没有用他的全部的时间 来换取有限的收入 他用一部分的时间来建管道 他知道只要有水流进来 管道就能够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而源源源不断的收入 并不是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直接相关的 帕保罗知道 由于年龄和健康的问题 终有一天 他不可能再用时间来换金钱 帕保罗知道 只要他的管道行得通 只要他的管道行得通 他只需要经历一次建立管道的辛苦工作 管道建成之后 帕保罗只需要管理以及维护管道 他的收入就会源源不断的进来 帕保罗向我们证明了 要增加收入 我们不一定要用时间换金钱 其实有更好的方法 那么你呢 你是像布鲁诺那样 用时间换金钱吗 还是你像帕保罗那样 建立和维护管道 以获取源源不断的收入呢 如果你对建立自己的管道 这个概念感兴趣的话 我们建议你去联系 建立这张光盘的人 那么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建立 你自己的管道了